男嘉宾小潮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鱼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魏 你们俩应该是同学对吧 对 举余课选修的什么科目 选修的长拳 天哪这个长拳也这么神奇 因为他们俩是因为选修了 同样的一个科目才好的是吧 对对对 你干嘛选长拳啊 当时选修课的时候 然后我想选那个建美操来着 可是后来名额都满了 就长拳一个选修课没人选了 然后我就选那个 那你呢 我当时也是只剩了一个长拳 然后选长拳 这也是个秘技 就是你到大学里面 你报那种兴趣班啊 选修课什么的 那爆满的就别去了 没爆满的里面往往有惊喜 就因为这个你们俩就好上了 当时嘛我就是站在他后面 让你站在后面啊 然后就看他就特白 脸蛋也挺好的 然后就特别圆 然后就当时就想上去掐两下 他追了我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让我同学啥的 特别给我送一些零食啊花啊什么的 然后我慢慢就挺感动的 觉得他也挺好的 谈多久了 一年多了 今天为什么来 他想分手 说说为什么要分手 姑娘 他眼里心里都他爸 我觉得我俩谈感情 中间老友与他爸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不是 这是什么情况啊 就从我第一次去他家 然后我俩回来就老吵 为啥那么早就去家里了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初恋 对 然后嘛我就跟家里人说了一下 这姑娘特别好看 也特别温柔体贴的 我爸也挺上心的 就想让我把他带回家 带回家之后呢 他妈跟他姐都对我挺客气 他爸从始至终就没对我客气过 一直板着脸 不是 他是为了装微眼 男人吧 我爸爸他就不喜欢那个 笑呵呵地对别人说话 他就挺严肃的 你看呢就是 然后我跟他说过了 他也可能是有点小误会 行 这事翻篇姑娘 这事要来你 你真的翻篇 男人吧 对吧 他对我板着脸 我也没说啥呀 他爸老问都问细的 啥都问 问啥呀 然后完了问我妈是干啥的 我爸是干啥的 就是你收入多少 家里住几个房子 几口人 我就说我有弟弟 有妹妹 我们家还拆迁 然后现在在外边 租了一个房子住 他爸我就感觉特看不起我 他爸跟我说 在学校别一老缠着他儿子 让他儿子好好学习 你跟你爸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这得说一下 就我家里吧 一直都是女人来干活 而且我们家我妈 我姐她们就一个干活比一个勤快的 当时我爸也不业老师问他问题嘛 然后问他问题呢 他就说不知道不知道 就挺尴尬的 我爸就是我们家说话吧 就跟圣旨一样 然后他这边抗旨 我爸就挺生气的 那场面就挺尴尬 我就一看这一样 我就把他领去厨房 干点活 他也不干 当时我爸也肯定挺来气的 所以就晚上饭也没有去吃 那我第一次去他家 那我就觉得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嘛 谁不得跟客人室内待 还让我去干活 那我妈也挺疼 我得把我咬个大了 你爸真行 回来之后怎么着吧 你都干了些什么 老传达你爸的什么圣旨了 我没传达啥圣旨 然后回来之后 他就一个劲跟我生气嘛 当时我又感觉 他跟我爸这一直生气也不行呀 我就想 然后我爸也快过生日了 投一所好呗 我爸就特别喜欢在书房 弄些毛笔字啥的 然后我就想让他弄一个微博 收集一些我爸的一些作品 结果呢 他就是不听我的 不是不是 我都说了 他爸过生日了 那我肯定得表示表示 我去他家 他爸那一直板个脸 干活那么棒 我给买点保健品 他非不让 他一说这保健品 我挺来气的 第一次去我家之后 闹得挺矛盾的 你还给我爸买个保健品 你说这不更气了老人家吗 那让我见微博就行了 你爸写的字 换他画也不好看 这不难为我 让我妹子良心做事 我的初衷嘛 就是想 何姐她和我爸 我问你点吧 你爸压根就没看上 那姑娘吧 我妈挺喜欢的 你妈喜欢没有 你爸是不是有 其他的想法啊 想说给你吧 是 之前 你真想对了 他爸老给打电话 说让他多跟什么 以术家的女儿联系 这以术家女儿 跟他差不多大 何事你知道吗 这就是生活的常识 基本哪有说 没上门的媳妇 公公有意见 公公要有意见 公公心里面 一定有其他人选 那小姑娘干嘛的呀 来说说 那小姑娘吧 就是我爸的那个 隐同事嘛 人家有个女儿 人家在国外留学呢 国外留学呢 见过吗 见过 长得好看吗 当然没她好看了呀 我感觉她好看 还是她好看 行行行 那就行了 别吃甘醋了 让她爸自己惦进去吧 她都跟人旅行去了 我从小到大 我就听我爸的 然后现在偷偷摸摸地 跟她在一块儿 现在再不听我爸的话 我感觉心里上 有点顾不去 去哪儿旅行了呢 跟着一块儿去北京嘛 都哪几个人去的呀 我 你 我爸 嗯 还有人那尹叔叔 还有他女儿 然后呢 叔叔觉得你特好吧 还行 哎呀我的妈呀 我特生气 我说那你把我放哪儿了 你要跟人去 你就咱俩就算完了呗 你就相当于选人了呗 可他还是去了 他就听他爸的 那我不听我爸 我听你的呀 哈哈哈哈 你打算娶谁呀 娶他 你爸不让你娶 那我这不抗旨吗 大几了两位 大三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还说未来 你未来也都他爸他爸 他爸让他考公务员 他就要考公务员 那他考就考吧 我又不关他事 我干我的 他也不让 我就学师爸呢嘛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一起 办了个那种家教机构 给学生辅导功课啥的 挺好 就学生越来越多 我们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我就觉得 哎 特自在 特高兴忙的 他就不让 我就感觉他说 这辅导班我挺来气的 他吧 是我女朋友是吧 然后天天的陪人 就是那个 他那办辅导班的 就是一个男的 我就感觉他 跟人他有点事 人类男生的爸爸 人家不管他 人类男生也没有小隐呢 还小心眼 对 他就是醋坛子 就喜欢的在乎他 他特别过分的主持人 他有一次还去找我那男同学 他把你找出来 他说 我女朋友喜欢你 被我发现了 你看这事咋办吧 人人都当真了 后来还找我谈话 男同学说什么呀 他说 你是不是喜欢我 那男生喜欢你吗 我俩挺正常的 我那有男同学 有女同学的 当时就是 哎呀 你爸对你的余毒很深呢 孩子 我越来跟他时间长了 我发现他骨子里 就是比他爸 他也特大男子主义 你看看 他不让我干我的事 完了 那他都这样了 我在我同学面前 也抬不起头 那我就不干了呗 然后我就复习教师资格证 他看他公园 让我跟他一堆学 我一开始跟他一堆学了 后来他天天泼冷水 要不就说我考不上 要不就说我考这玩意没用 还让我天天干后勤 打水 买饭 嗜我他 我特烦 我不愿意跟他一起 然后我就自己学 我去图书馆 后来我跟我同学一起在那 把他行没事 然后唠嗑呢 然后他去了他就骂我 他说我穿胆裤 什么意思 我其实就是一挺保守的人 结果那天晚上我去找他 我特别火 然后他从那穿着个超短裤 跟人几个人 同时嘻嘻哈哈的 露个大白腿 我就特别来气 不是 你是来气 他跟你在一起没露白腿是吧 我也不让他露 他也不敢 行 你是哪年的孩子 我96年了 你呢 我也96年 你觉得你像你爹吗 我觉得我不像我爹呀 我这做的这些事 我也是为了 我们俩能以后好好的过下去 然后我就感觉他不理解我 对 你爹要不同意怎么办 我这不就想改变改变他们 让我爸同意了呗 他老想改变我 我干嘛都不对 我穿短裤不对 我考教师资格证不对 完了我去家教也不对 然后去他家也不对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啥都对 啊 行 听明白了 所以你要分手呗 对 他太大难 先决分手吗 看来不是 你还留恋什么呢 他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他也挺短的 就他爸如果 是吧 你们来吧 各位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丘比特本院 我们经常听到那个 妈宝型的那个男孩 我就是 我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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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女朋友穿了一个短裤让人家看到了 哎呀 这我女朋友哪哪哪做得不够好 我这不愉快 你爸赶紧说快分了吧 看你那满脸的倒霉样 所以在爱情当中 你要做一个引领者 你自己快乐了 爱你的人 自然会被你的快乐打动 支持你 祝福你们啊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杨老师 来 杨老师 你说她的皮肤很白 脸很圆 对 你想掐一下 对 掐了吗 掐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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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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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